由于台中市大理溪还有草湖溪的桥下空间不相通 导致需要绕道而行 塞车的情况也是时常上演 因此中央还有建设局分别斥资4.3亿与4.6亿 完成了大理联络道高价桥下平面道路第一起工程 以及草湖地区连外道路的延伸 希望能够有效的疏解雍色的车潮 请用箭 市长卢秀燕领着地方人士共同检采 宣告大理联络道桥下平面道路正式通车 随着大理联络道桥下平面道路的通车 将有效分流车潮 未来民众终于不用再为塞车所苦 里民如果或是厂商他们要进出的话 会形成很大的便利 而且将来闸道完成以后 这一边的厂商他们要到国道3号 或是将来要连结国道1号 他们也会很便利 这里是大理草湖地区因为桥下空间不相通 开车要上台714线 必须绕一大圈距离拉长 开车更耗时 在中央与建设局争取下赤资4.6亿 新辟中山路延伸约636公尺的连外道路 就是AI0005这个连外道路草湖连外道路 整个是416 那今天已经完工通车 这是重大的讯息 让大理地区的民众要外出 或者是回家会更方便 那观光客呢 或是一般的商务客人也容易进出 和大理联络到高架桥下平面道路的开通 配合交通部公路总局台714线 大理及乌丰地区增设杂道工程 经营建署延伸中山路通往台714线道路工程 建设局分量期披荐大理联络到高架桥下平面道路 赤资4.3亿 市座全长4310公尺 宽20公尺的平面道路 而这次通车则是先阶段性开放长1888公尺 供在地居民先行使用 那今天完成一起的部分通车 第一期就是在大理段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一条半的道路 先完成通车 那这个对于大理地区 增加我们的这个交通的疏解 而目前草湖杂道仍在施工中 届时完工后与两条联络到配合 将有效缩短大理与台74线的距离 也能够疏解涌色车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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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